美国北部大部分州连续几个星期经历严寒 有些地区的积雪厚度超过两米 这位缅因州的居民说 有点烦了 我爱缅因 爱冬天 可是今年的严冬让你对冬天的可爱之处产生了一点疑问 雪还在下个不停 大西洋中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各州 正在经历今年第一场主要降雪 波士顿等城市大雪封门 道路无法通行 开车条件恶劣 航班取消延误 积雪 压榻屋顶 喷泉冻结 学校关闭 商家歇业 史蒂夫·安德森是纳什维尔警察局的局长 他说 我们准备应对最坏的情况 安德森是纳什维尔警察局的局长 他说 我们敦促大家不要出门 不要上路 最重要的是我们敦促大家不要有侥幸心理 预计路况非常糟糕 在首都华盛顿地区 强风刮倒树木 气温降至零下15度 地面风冻 这个星期气温预计将在冰点左右徘徊 降雪很难融化 奥巴马总统结束加州短期度假后返回华盛顿 由于天气原因他没有像往常一样乘坐海军陆战队一号直升机前往白宫 而是改成汽车 首都华盛顿等联邦政府部门关门 但是像美国之音这类要害部门的关键岗位职工还是照常上班风雨无阻 马萨诸塞州和新罕布什尔州等北方各州的人 觉得华盛顿的这点雪没有什么了不起 这位新罕布什尔的居民说 你只能苦笑忍着 有的地方一些驾车人不再试图从雪中挖出车子 而改为更原始的出行方式 美国之音VOA卫视新闻报道